關閉常駐程式 所謂常駐程式呢 就是這邊有一個工具 有時候它開啟了一些我們不需要的工具 我們可以把它關閉 像這個我就很討厭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 每次我插什麼硬碟機 它會自動開啟下載 那我要把它關掉 那 這個工具我想把它關掉 它的名字叫做 呃 這是什麼東西啊 photo 呃 什麼玩意兒 downloader 照片下載著 那我怎麼關掉呢 我們到開始功能表 到開始功能表 這裡找 找什麼呢 找控制台 好 控制台有幾乎有我們所有要用的東西 好 控制台 接著找誰呢 呃 這個系統管理工具 有沒有看到 系統管理工具 好 找到系統管理工具 點兩下 這個時候它再開出來 這個時候 裡面有一個叫做 系統設定 如果沒記錯的話 叫做系統設定 好 點兩下系統設定 啊 這個時候 呃 這裡上面有好幾個標籤 什麼一般啊 開機啊 服務 我印象中是在啟動 呃 我還沒有 看完所有的工具 好 這時候我們按一下啟動這個標籤 裡面就很多工具 這是常駐工具 欸 其中就有一個 是被我已經關掉了 就是它 啊 這個不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嗎 呃 可麗的什麼 Photo Downloader 好像是這樣唸吧 你只要把這邊 呃 啟動的選項 勾起來 它就會在開機的時候啟動 如果你 點一下 取消打勾 就不會 然後 完畢了以後 按下確定 這樣就OK了 好 我不用按確定了 因為我已經選好了 按確定 OK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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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